国会职权修法事宪站 今天宪法法庭针对暂时处分进行准备程序庭 两造针对现在法案上路 对人民、总统、行政机关有无急迫性的侵害激烈交锋 蓝白主张目前没有任何实证 修法之后会有任何损害 所有指摘都是申请人凭空想象 但申请方一致主张 宪政体制一旦遭破坏 权力遭侵害、机密遭公开 都将难以回复 经过三个小时交锋 宪法法庭最快将在礼拜五 裁定是否合法、暂时处分 不好意思 审判长 对不起 那个请我们就进行了 王委员 时间过了 您仔细想一想 王委员 那个赶快结束 宪法法庭针对国会职权修法 是否暂时处分召开准备程序庭 立法院代表民众党团总交黄国超 因为论述超时大法官四度打断发言 没有任何的人在任何的个案 在任何特定的程序当中 受到立法院任何的压迫 王委员 再三四秒请结束 没有 我报告完毕了 谢谢 总统、行政院、监察院 以及民进党立院党团 先后申请视线 以及暂时处分 申请方包含绿营党团总招 柯建民和各机关诉讼代理人 一行十二人有备而来 要立足国会扩权 到底违宪可不可以一下下 一点点就好 我想答案是清楚的 就是不可以 机密或秘密一旦被揭露 影响其他宪法机关的一个独立干预 行政部门的一个有效运作 的确是有重大难以回复的一个损害 而且是迫在眉睫的 申请方强调立院 已经开始组成调查小组 武汉相对人也就是立法院 良造针对国会职权求法上路后 对人民总统行政机关 有没有急迫性造成 无可回复的损害 激烈攻防 凭空想象 这个目前都没有发生 未来也不会发生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属危险 才有暂停处分的可能性 那今天我们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直接使用的空间 都还没有展现 我不知道那个急迫性 何以成立 国会职权修法 视线站正式开打 宪法法庭最快将在周五 裁定是否核发正式处分 势必在先场外政治攻防 这一张线约达台北 采放我到